大家好,我是二姐,炒饭到底是先炒蛋还是先炒饭,很多朋友都搞不清楚 今天就教大家正确的做法,首先我们准备一碗剩米饭,用手把托起的米饭把它抓散 抓散以后放一边备用,然后准备一个小碗,往里面打入两个鸡蛋 蛋清蛋黄分离 蛋黄放在另一个碗里面 用筷子把蛋黄打散 打散以后把蛋黄慢慢倒进米饭里面 然后用筷子把它搅拌一下 把蛋黄和米饭搅拌均匀 使每一颗米饭都裹上一层蛋黄液 搅拌成像这样就可以了,把它放一边备用 下面准备半根胡萝卜 切片后切成小丁 切好后放完里面备用 再准备一些玉米粒和胡萝卜丁放一起 两根火腿肠也切成小丁 切好后也放完里面备用 最后再切点豆角 切好后放完里面备用 接下来锅里烧一锅开水 往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再把豆角放进去操一下水 操水30秒捞出来 放进小碗里面 锅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玉米和胡萝卜加进来 先将它们翻炒一下 再把豆角加进来 火腿也加进来 将它们翻炒均匀 然后我们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适量的胡椒粉调味 再次将它们翻炒均匀 炒好以后先把它盛出来 倒进盘子里面备用 锅里面再次倒一点食用油 把米饭倒进来 像这样用铲子给它按压一下 把米饭炒散 接下来我们把蛋清慢慢倒进来 然后开始翻炒 开小火慢慢炒 炒至蛋清凝固 这样炒出来的鸡蛋不会成坨 炒至米饭粒粒分明像这样就可以了 再把我们刚才炒好的配菜加进来 再次将它们翻炒均匀 颜色看起来非常的诱人 真的是太香了 翻炒均匀后把它盛进盘子里面 这样做出来的蛋炒饭非常的好吃 搭配着鸡蛋和蔬菜 营养也是非常的全面 喜欢的话就收藏起来试试吧